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是小己 分布在中国南部 地势较低的山地丘陵中 唐家河森林覆盖率高达94%以上 这里食物丰富 没有人类的打扰 小己最爱的家园就在这样的密林之中 小己是己属动物中较原始的一种 它最早的化石距今约三百万年 中国的赤己和黑己 都是从类似小己的祖先演化而来的 小己对环境有着很好的适应能力 发展至今 它成为中国最多的陆克动物之一 九月的唐家河温暖如春 小己开始寻找伴侣 小己的雄性和雌性外表很不一样 紫性小己外貌清秀 而雄性则有着象征性别的短角和獠牙 它们喜欢独居 只有繁殖时才会主动靠近一性 但同时 他更需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小己身形娇小 体重大约在十到十八公斤之间 它们很容易成为猛禽或兽类的猎捕对象 为了保护自己 即使在求偶期 小己也很少去开阔的河边喝水 它以青草和嫩叶为食 夏季雨水充足 挂满雨露的植物 挂满雨露的植物 恰好为它提供身体所需的水分和营养 通过不断的进食 在危险到来之时 小己便有足够的体力逃生 小己十分胆小 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它的警觉 它们的听觉格外敏锐 一旦感觉到危险 并迅速逃往灌木丛中 这里密集的灌木丛 更有利于它的隐蔽和躲藏 不过 无论丛林中有多少危险 也无论小己多么胆怯 为了完成繁殖的使命 它们还是会选择勇敢 小己是全年繁殖的动物 雄己靠气味寻找此己的位置 这是一只受伤的雄己 它在空气中嗅到了此己的味道 它试探着想要获得青睐 但此己却毫不犹豫地跑开了 只有健康强壮的雄己 才能引起此己的好感 自然的选择就是如此严酷 在自然的演化和淘汰中 小己繁衍至今 它们的身影 出没在充满生机的森林中 自在享受着悠闲的时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